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中俄关系的这种高度的评价可以说非常契合目前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态势 那么可以说过去几十年里那么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 那么尽管也会碰到一些现实中的问题 但是总体的方向可以说把握得非常的准 那么不仅契合两国之间的利益 同时也是符合国际上就是正俄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这样的一个主流 因此中俄关系不断走高本身也意味着就是两个国家所谓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出的这样的一个正能量 那么目前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在政治外交层面上越来越密切 同时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军事领域的合作也是不断的走深走实 再加上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民间往来等等 那么都是出现了非常密切这样的一个状态 像过去十几年里那么中俄两国围照着像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等 那么不断的做各层面交往的文章 因此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同时不仅是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样板的一个时期 同时也对当今世界发展国与国之间这种关系树立了一个样板 因此中俄两国之间这种关系的发展 那么并非西方国家所说的一样 就是中俄两国那么朝着结盟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恰恰相反 那么中俄两国这种战略协作的关系事实上是意味着 那么双方在重大的问题上共同的发声 共同维护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共同的向势强凌弱的这种霸凌行为说不 那么同时那么中国两国也会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因此可以说这种关系的发展那么是符合当今世界这种潮流的 是有利于世界潮流的这种朝着和平和发展的方向去发展 相反那么在冷战结束以后 我们看到华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已经解体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北约不仅没有解体 还在不断的扩大之中 还在不断的东扩之中 这本身就是一个逆潮流的事情 而且现在看美国那么借助于北约 可以说不断的打压俄罗斯的空间 就是战略的空间 同时在整个亚太地区 那么美国也试图构建起所谓的美日印澳等等 这样的一个四国关系 把这样的四国关系朝着亚太版印太版的北约的方向 去打造 那么这可以说明 就是美国那么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 很大程度上还延续着冷战的思维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协作火弹的关系 那么就显得尤其具有现实意义